自五月底以来 美国中部便屡遭热浪袭击 美国二十多周发布高温特报或高温警示 影响一亿四千一百万人 本周已夺走至少二十二条人命 迹象预报指出 热浪可能还会继续往东平静 高温天气恐怕还要持续数周 日本财务省今天宣布 六月出口较上年同期衰退1.6% 为四个月来最慢衰退幅度 低于蓬勃调查预估衰退4.1% 相较于五月出口衰退10.3% 日本出口衰退幅度低于经济市预估 显示日本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逐渐摆脱311强政和海啸造成的经济前缓 越南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议 副总理阮真雄在会中表示 越南政府将落实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 保护渔民以及经济和贸易活动 越南与中国舰的争执 造成地区紧张情势升高 披头四乐团1964年2月11日 在美国举行第一场演唱会的50张照片 以361938美元 相当于1040多万台币的高价卖出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